为什么病毒我们没有办法划进三欲说或五介说的生命树当中呢 我们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原因 这边列出了三个理由 其中第一个理由比较不重要 第一个理由说 它可能根本不是生物 不是生物怎么会演化呢 因为依据细胞学说 它没有细胞结构 可是却有相对现象 它是介于生物跟非生物之间 所以有些人觉得它根本不是生物啊 何必划一个非生物的演化术呢 但这个理由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家都认为病毒不再是生物 而且会演化 所以第一个理由比较不成立 反而是第二个第三个理由比较重要 第二个理由是 因为光是病毒本身 我们就不知道病毒有没有共同祖先 有不同的理论 有些理论认为 病毒是有个共同祖先各自演化来的 有些理论认为 动物病毒 真菌病毒 植物病毒跟吸引病毒 是由不同祖先各自演化出来的 所以连病毒本身有没有共同祖先 都是未知的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三个呢 好 我们不要管病毒的共同祖先 我随便找一个病毒来研究 比如说流行性感冒病毒 流感病毒 我们来研究流感病毒 跟我们三域说的生物有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呢 这些病毒跟我们任何一种细胞生物的生物 都没有走到共同祖先 好 你可以看到 两群生物没有共同祖先 我怎么化进生命树 因为你必须要有相同的共同祖先 才能让你连起来 变成一个分支 可是我们没有共同祖先 或是还没发现 演化素化不下去 我不知道你跟谁有共同祖先 我怎么把你跟这两群生物连在一起呢 好 所以因为这三大理由 尤其是第二个第三个理由比较重要 目前我们画的五界说或三域说的生命树中 是没有病毒的 是没有病毒的